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 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鍵盤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就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意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 54號 富城商業大廈2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星期六是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事言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Terry 歡迎今天的嘉賓 袁大明醫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Kerry 你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先說讀者來信 有一位Kerry的來信 說 很感謝袁醫生 帶給我們一些真知識 令我對健康有重新的理解 她問 發燒這種療劑 是否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其實發燒是否不需要降溫 她另外又問 買醫療和危疾的保險 是否浪費金錢 因為自然療法都幫得上忙 另外她又問 我兒子現在兩歲 有癡理筋的問題 不知道袁醫生有什麼提議 其實這裡已經有三個問題 袁醫生都要回答 我們不如說說發燒如何處理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我剛回來香港沒有多久 我錄了四輯的錄音帶 即是當時用帶 其中一輯就叫做發燒是有是滴 其實這餅帶 我們今時今日在我們陸倉健康店 大家還可以買得到 這個是我們自己請專人 是一個professionally record 很好的 很詳盡的有關發燒 如何處理 當然了 那個題目 你看到了 發燒是有是敵 到底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還是我們的敵人 那麼那個帶裡面其實都很詳細 分析過去歷史上 醫學界對發燒的觀點是怎麼樣 那麼基本上 希波格拉底 我們供應西方醫學之父 這位醫學家 希臘的醫學家 他曾經說過 他說你給我能夠製造發燒的能力 我就可以醫治所有的病 那麼很明顯 我們在希波格拉底的觀點 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身體是靠發燒醫病的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受到整體性的感染 那麼我們就會出現整體性的發燒 那麼原來 在米茲根大學 在七年年代 有一位教授 叫Kruger教授 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其中他用一些所謂 涼血動物蜥蜴做的研究 那麼為什麼用涼血動物呢 因為涼血動物的溫度 是取決於環境的溫度 即他自己不像涼血動物 可以有一個恒溫的機制 基本上 它的環境冷 它裡面就冷 環境熱 它身體的溫度就熱了 那麼這位Kruger 米茲根大學的教授 他就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其中一件事 他就將這些蜥蜴 整病它 拿些菌 來感染它 整病它 那麼跟著呢 他就將這些蜥蜴 放在不同溫度的地方 譬如有些菌方的溫度 是它降到很高的 即是比它正常的室溫高的 那麼有些地方呢 它就是溫度是一般的室溫 那麼譬如 X凌度 華氏X凌度 那麼有些呢 他就比它 直接是比較冷的 那麼他發現呢 如果它不給蜥蜴的溫度提升 即是說呢 它比它的環境 是全部溫度是低的話呢 或者普通的室溫差幾度呢 受了感染的蜥蜴 就會全部死亡 但是如果它將這些蜥蜴的環境 的溫度呢 譬如它比一些房間 是溫度很高的 可能去到100度 101度 102度 那麼蜥蜴呢 大部分可以生存的 嗯 那麼它跟著 除了這個蜥蜴 涼血動物的做法呢 它用其他的動物 譬如老鼠啊 兔啊 都做過相似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它令這些動物 受了感染 它發燒 在發燒期間呢 它被一些退燒藥吃 大部分吃的退燒藥的動物 都會死亡的 那麼很明顯呢 這個70年代的研究 給我們證實給我們看呢 其實呢 發燒是我們那個朋友來的 不是我們的敵人來的 那麼但為什麼今時今日 大部分人呢 都沒有這個訊息呢 都覺得呢 發燒呢 是一定要拿退燒藥 去對付它呢 其實這個概念呢 是怎樣開始呢 是之前 我們沒有阿時不靈 退燒藥這種 水羊書這種藥物之前呢 我們是沒有什麼工具 對付發燒的 所以當時那個取態呢 就認為呢 發燒是沒有所謂的 是我們的朋友來的 那麼我們身體呢 是需要發燒呢 是醫病的 那麼Professor Kruger呢 這位米子金大學呢 他其中一個研究呢 就是看我們白血球 吞食細菌那種活動 那個能力呢 發現呢 當溫度去到103度呢 他吞食這些這樣的細菌 那個活動呢 白血球吞食的活動 是最強的 那麼就是說呢 最有效的溫度呢 應該是103度的 但是呢 當我們開始發明了退燒藥 譬如阿時不靈呢 那整個醫療界的觀點呢 就立即改了 就認為呢 發燒呢 是需要拿藥去禁止它的 其實主要是配合呢 有藥物 有藥物 可以銷售藥物 那所以呢 就認為呢 發燒呢是一個敵人 如果你不處理發燒呢 你就可能會有問題啊 嚴重問題啊 燒壞腦啊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如果你在醫學的文獻上 你去研究呢 其實呢 從來沒有一宗 是證實了 是發燒本身是燒壞腦的 那當然啦 你可能會有腦炎啦 那腦炎當然也會有發燒 嗯 你也可能會有腦膜炎 那可能同時你有發燒 因為任何的病呢 身體都會企圖用發燒方法 來幫你的身體去處理它 那所以發燒本身呢 其實是一種身體 是一種反應 受到感染的整體的反應 所以發燒本身呢 就不會導致你有問題 或者腦袋整壞的 那如果你有腦膜炎 那病本身會整壞你的腦袋 如果你有腦炎的話 那病本身會整壞你的腦袋 就不是因為發燒 即是那個現象導致的 那所以 那好了 始終呢 一般的家長 家庭 遇到什麼發燒呢 他們都有一種這樣的恐懼 即是他們都打算 哎呀發燒要快點 按了它 不要讓它燒 燒久了就會消化腦袋 而且會立刻敷冰袋 通常都會 是的 即是他們的直覺上 即是用冰 它熱嘛 那就用冰來按它 但是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經驗 或者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如果當你的手 即是有些冰水去浸它的時候 那你很熱的手 很快會冷的 但是你將你的手離開冰水的時候 沒多久你的手會怎樣 很熱的 會發滾的 是吧 即是說 用對抗性的態度的手法去按燒 你的身體的智慧就會做出一個相反的反應 如果你用冷去按它 你的身體的反應就會熱出來 嗯 所以 即使用冰冰敷也好 其實也是很暫時性的 你的燒不會因此而真正長久按得低 其實它會更加熱的 嗯 好了 如果我們了解一下這個簡單的道理 身體是有一種自我調節的能力 如果你是處於一個冷的環境 身體就會企圖發抖 發抖就是將肌肉來動動 發抖的肌肉來動動 就會製造熱量 是吧 所以發抖是其中身體一種 預防寒冷的方法 嗯 或者你會毛管動起來 毛管動的 毛管之間的空氣 就可以做出絕現體 幫助你保溫 是吧 即是說 我們的身體 作為一個生物體的身體 有智慧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的反應 是會企圖盡力幫助你 所以 遇到發抖的時候 你的身體遇到感染 你的身體會升溫 OK 那你溫度不降 就當然了 因為你身體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你要處理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想一下 如果我的身體是因為有了感染 身體就自我調理 就整高的溫度 用溫度來到高溫 來殺死這些病毒病菌的話 那你的醫療方法 如果是跟身體去降溫 是不是跟身體作對 那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用這些方法 雖然可能暫時被你壓抖了 但長遠來說 你的身體的體質越來越差 那如果你小時候 家裡有時候 都有這樣的習慣 當小朋友 或者小時候發燒 我都會用什麼方法 幫我們去做 我們會去蓋皮 是不是焗它出汗 我不知道 原來我們聽眾裡面 有哪位 小時候 或者現在還是有這樣的做法 遇到發燒 就去焗汗 不是去浸凍水肉 浸凍水肉 要知道 效果會相反 會更加發燒 好了 既然我們知道 身體的溫度提升 身體白血球的殺菌 吞食的活動會加強 所以我們要處理發燒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身體合作 身體是用發燒去醫病 可能會消燒的溫度還未夠 所以病還未好 病還未好 病還未好 溫度就不下降 因為高溫是醫病的手法 如果病本身不好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繼續想醫治自己 所以繼續維持溫度 你想幫助他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你便要加溫度 既然你的身體是用溫度提升 他可能提升得未夠耐 或者未夠高 所以病還未好 病還未好 你的溫度就不下降 你想他溫度下降 最好的方法就是 幫助身體處理病的機制 加強他 即是他用發燒去醫病 燒未夠長、未夠高 所以病還未好 病還未好 燒不停 你想加速如何 便把燒的溫度提高 即是說 小孩子用那種焗 焗汗 焗汗 是很有效的 我自己可以遇到 大人生蚊子也好 發燒的時候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是浸肉 記住 不是浸凍水肉 不是浸溫水肉 而是浸熱水肉 即是說 如果你的體溫是 去到101度 202度 的時候 浸肉的溫度 應該要高級2、3度 譬如你102度 那你就不如增加到104度 我們手的感覺 那個水溫 通常是93度 即是說 你的手碰到水溫 可能都是98度 但是呢 因為你自己皮膚的溫度 不是你的喉嚨 不是口腔的溫度 變成你感覺到水是暖的 但其實呢 未必夠高的 所以最好呢 就買一個好的 敏感一點的 那個 那個溫度 溫度表 那有些是 那個洗澡 洗澡用的 是浸的 可以浸到 未必拿水銀的 那你從那裡 是把那個 水溫 是增加到103度 104度 105度 接著去浸肉 那浸它 10分鐘也好 5分鐘也好 10分鐘 總之呢 浸到你呢 有少許微汗 即是想發汗 接著就離開水 就拿乾毛巾 擦乾醬 就進行擦乾擦的毛巾 那麼呢 你就再包著皮皮 睡 那麼當然了 另外一種可以 加速那個 升溫呢 就是什麼 喝熱水 對不對 那麼所以你的溫度高的時候呢 你喝幾杯熱水 暖的水 熱的水 總之要熱個體溫的水 再浸熱水肉 那麼你 逼個身體自己出汗 你汗一出呢 你的溫度就會降 那麼在以前的人呢 處理 就是沒有所謂那個 做消毒之前呢 通常呢 醫生呢 很留意那個 那個 那個體溫那個進展的 那麼譬如可能 初衷的時候呢 就 就有有燒 跟著有某個 某個時辰高燒 跟著呢 他就會發冷 那麼跟著他會出汗 或者出汗之後發冷 那麼 即是有不同的階段 那麼在他的治療方面呢 在不同的階段呢 可能會用的方法 也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今時今日呢 這些這樣的資料 越來越少 因為大部分人呢 一遇到發燒呢 通常呢 就丟幾粒 原來阿時不靈啊 那方面的藥 但是你知道啦 十文仔 譬如年輕人 也好小孩子呢 如果他是有這些發燒 因為大部分的發燒 是病毒性的發燒 這叫Viral Fever 如果用阿時不靈 那類的藥 去降它 是很危險的 因為呢 他會出現一種 一種後遺症呢 叫做Ryde Syndrome 這種的病呢 是因為在發燒 病毒性的發燒 用阿時不靈這類的藥 去降它呢 是出現這個問題的 那Ryde Syndrome裡面呢 死亡率是一半的 就算不死也好 是傷殘也好 很厲害很厲害的 那麼所以呢 在外國的阿時不靈的 標籤的盒裡面呢 通常都說得很清楚的 阿時不靈呢 是不適宜 千萬不能用在一種 十文仔的發燒 那它雖然它是 那種叫Viral Fever 那大部分的十文仔 發燒呢 都是屬於病毒性的發燒 那所以發燒呢 是我們身體的朋友 就不要太刻意去打壓它 那有時候它一開始燒 然後燒一天兩天 不用太緊張的 尤其是燒的時候呢 那病者的本身呢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又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啊 那這樣 那其實呢 你可以就不要 就是不要有它 讓它自己身體 自己處理 不需要那麼刻意去 去用這些藥呢 是幫它退燒的 是 那當然啦 如果是那個 那個問題呢 是很急性的 或者那個病的症狀 是很明顯的時候 那我們有足夠的資料呢 我們就企圖 可以用同學療法的療劑 去處理它 那為什麼說同學療法呢 因為同學療法呢 是處理那個發燒 可以說得是很快的 我記得我早年 我八零幾年回來香港 那其中我有一個病人呢 就是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孩子 大概 我想都是兩三歲的男孩子 那他有一種無名的高燒 那當時呢 就在瑪莉醫院的 那我記得呢 這個是一個外籍人士的 couple 媽媽是新加坡人 爸爸去英國的人 兩個都是architect 建築師 那當時是我妹妹的朋友 那大家說起呢 那他就來我診所 就是講這個情況 那我也去瑪莉醫院去探過他們 那早期呢 原來呢 在這樣的環境呢 他媽媽可以陪他的 就是陪兒子 在醫院那裡 人家過夜 那樣 那就是當一個病人 陪兒子 那兒子很小嘛 如果他這樣批在醫院裡 其實那兒子 也很大壓力 會很害怕的 那結果呢 他媽媽在那裡陪他 那我去看過他們的 那但是始終的問題呢 他燒呢 就是經常都很高 是一點都不退的 那最後呢 我就用銅類療法 用銅類療法的療劑 一劑高分能的療劑 給他一吃呢 一劑之後呢 他就第二天就好了出來 嗯 很快的 那這個就是我早年 我回來香港呢 是差不多是 就是早期的病人 我自己處理的經驗 那 我們在那個 除了發燒 是處理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感染性的病 很有效啦 那今時今日呢 在歐洲 在德國呢 一種 醫癌症的工具呢 其中呢 就是用一種高溫的處理 就是叫做 hyperfermia 那譬如你有乳癌 那他就用一種電極的方法呢 是將你的乳房的纖維 是提升的溫度 可能提升五度啊 十度啊 那香港最近都在 都有傳媒都說的呢 香港有些醫院呢 都會企圖呢 用一種高溫方法呢 來治療什麼 治療肝癌 那其實呢 溫度 即高溫 是我們身體 醫病的一種的工具來的 那我們呢 就除了就是剛才我所說啦 飲熱水啦 鋪熱水啦 用熱毛巾 是吧 浸泡熱水浴啦 那當然就不要給它 受寒啦 這個整個動作要快啦 那當然那個浴室呢 如果香港冬天呢 你都要有些暖氣在那裡 不要等它出水的時候 又是不虧啦 那這些是全部一種 很有效的方法來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可以用一種 就是同類療法啦 那或者我們呢 Break a break之後 然後呢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用什麼用同類療法 對症下藥 來處理高消這個問題的 好嗎 好的 好了 那剛才聽完完完醫生說 發燒 原來其實都可以用很多 很簡單的方法去令到 那個身體呢 是自己會回復回正常的體溫的 那但是如果我們試過浸浴啊 喝熱水啊 焗汗都不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什麼療劑可以幫助呢 在同類療法裡面呢 如果我們有一些很明顯 很突出的症狀呢 那是我們可以適當 可以用同類療法的時候 如果你的症狀很不明顯呢 那有時候就很難配藥的 那為什麼呢 我待會和大家分享幾種 很常用在發燒和療法的療劑 那通常我遇到發燒呢 我們都會問個病人呢 那個發燒是幾時起的 是吧 即是他早上起呢 還半夜三更起 那燒到的時候呢 他燒到幾高呢 是吧 即是如果有機會量得到呢 都會拿這個資料的 那我會問呢 你發燒的時候自己的感覺如何呢 譬如有些人發燒的時候呢 還是嘻嘻嘻嘻玩玩玩的 也有些人發燒的時候 他人也有頭痛 周身肌肉痛的 那這個可能有為感冒 那有些人發燒的時候呢 只會覺得他人軟爛爛 有些人發燒的時候很害怕的 即是很恐慌那種感覺 那也都問一下了 到底有沒有痛呢 有沒有頭痛呢 有沒有關節痛呢 有沒有肌肉痛呢 那就看看呢 除了發燒有沒有叫半症 有沒有其他的症狀呢 有沒有其他的症狀呢 或者同時有肚痛啊 同時有便秘啊 或者諸如此類呢 那也都有些 再問一下吧 即是有些什麼情況之下 發燒就可能會升高 或者可能會降低呢 那還有呢 發燒的時候呢 發燒之前發燒期間 你的情緒方面有沒有特別的變 你的精神狀態有沒有變 或者你發燒的時候呢 他人有沒有特別口渴呢 特別想吃些什麼呢 好啦 那即是其實呢 我們處理發燒呢 就不是說它是發燒 高燒低燒 那就可以配藥的了 在同類療法呢 往往是不可以的 那在同類療法的正確 的處理發燒呢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 特別的清晰的症狀呢 我們基本上都不贊成 用同類療法處理的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些 很明顯的資料呢 那我覺得呢 我們可以用同類療法了 好啦 那同類療法的療劑裡面呢 其中一個經常用的呢 我們就叫做烏頭了 Acony 烏頭大家都 我過去跟大家分享過了 烏頭是同類療法 一個很好用的療劑來的 是一個焦雷 是一個特別的驚恐 一個驚嚇的狀態 或者你目擊一個撞車 哇 你整個人都發了癲 那樣呢 那其實呢 烏頭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是一種焦雷的狀態 好啦 那同類療法處理那個 烏頭處理的發燒呢 通常這種發燒是怎樣開始呢 通常這些發燒是突然之間起的 通常呢或者受寒啊 或者受驚啊 或者受驚啊 尤其是 可能在一個冬天的環境呢 那目擊一些很恐怖的事故 那令到他受驚呢 同時就受寒 這種這樣的環境的燒呢 是來得特別快的那種燒呢 那麽呢 烏頭是一個很好的應用的地方來的 那 那在 烏頭那個燒呢 通常呢也都會容易呢 在半夜山間出來的 半夜山間或者晚上 容易出現的 那 通常呢 就是 啊 見到風會特別怕啦 啊 或者受寒啊 那我記得我以前呢 啊 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那我 啊 啊 啊 即是一段時間呢 我常常在冬天回來香港的 在那個 Christmas 那個時間聖誕 那你知道呢 香港就 室內溫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溫 就是那個暖爐在室內的 那我很多時候呢 我早上起床 喉嚨會很痛的 啊 那我就通常呢 我都知道原因呢 就是因為香港那個室內的環境 和冬天是比較乾燥 又冷又乾 那麼突然之間呢 我令到喉嚨很乾燥呢 那我通常用烏頭一劑就搞定了 那如果 所以烏頭的適應的地方呢 就因為你受寒 受寒 受寒受寒 而突然之間引發 尤其是晚上 那通常呢 可能會受寒 之下 那 烏頭的陣營呢 那個 那個 發燒狀態呢 其實呢 他是很喜歡 很喜歡喝 即是很口渴的 那他也都會比較怕 怕光 在發燒那個時間 那也有時候 你會看到 不一定的 那個面珠燈呢 就是一邊熱的 一邊紅的 一邊呢 就是青的 那或者他受驚 他可能會發現 他的心跳都很快的 那他通常的情緒狀態呢 就是個人呢 是很焦慮 很緊張 很害怕青 很不安 OK 那如果你遇到一個 發燒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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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症狀呢 是這樣的症狀呢 那我們用那個療劑呢 就是烏頭 一劑 烏頭三十四呢 通常呢 如果是 那個症狀態是正確的呢 你是幾分鐘之內 你會發現 那個燒就會 會開始 開始退 可能完全退了 那如果你 譬如你 吃了一劑 那個燒還未成得 未成真的開始退 你可以是半個小時之後 或者一個小時之後再吃一劑 那基本上呢 我們遇到一種緊急的症狀呢 我們都要求呢 那個症狀呢 是會很快消減的 如果你那個 配那個療劑配得對的話 那所以遇到這些緊急的情況呢 我們連用三劑 一個小時一次又好 半小時又一次都好 三劑之內沒有改善呢 我們都認為呢 那個療劑是不對的 配得不對的了 好了 那除了烏頭之外呢 另外一種呢 是什麼呢 是那個阿森里琴 是那個阿森里琴 新劑 就是一個毒藥來的 那阿森里琴呢 是適用一些急性 或者慢性的發燒 不同程度 有些可能會很高 有些可能不會很高的 那它通常呢 燒得來呢 就會有寒的 有寒冷的感覺 那它通常呢 很怕冷呢 是五間 十二點鐘 或者凌晨 一點鐘 或者兩點鐘 甚至乎呢 一點鐘 兩點鐘 三點鐘 下午 這段時間呢 它有些特別的寒意 那還有你發現呢 它的燒呢 很多時候呢 有周期性的 可能每十四天呢 就會出現一次 可能有些時候呢 就會每一年出現一次 那通常呢 新劑的燒呢 是會怕冷的 即是它有一種寒的 發冷的那種 發冷的那種感覺 那 那 但是呢 它的身體就怕冷 那 但是呢 面呢 就可能熱 但是身體呢 會怕冷這種感覺 那所以呢 那跟烏頭有一點點不同 是不是 烏頭就沒有 即是不要怕冷得那麼厲害 當然烏頭呢 它的起因呢 就受了寒 受了凍風 冷風 吹到它出現的 但是出了燒之後呢 它就不會 個人呢 覺得會很冷很冷的 好了 但是新劑的燒呢 個人會很怕冷的 那它也都喜歡喝點水的 OK 那喝點水呢 喝什麼水呢 喝點冷水 但它就不會喝得很大口的 小口小口喝的 那既然那個新的人呢 是會怕冷的 就是尖寒 煎寒煎凍 那通常呢 它就會喜歡一些暖的房間 暖的東西 即是溫暖的東西 來包紮的身體 那它覺得呢 喝點凍水呢 尤其是當它在 在凍那個階段 即是發冷的階段 它就會要求喝點凍水的 但是它喝水 有種很特別的情況 新劑的飲水呢 它就不會大膽喝的 它喜歡細膽細膽的 它會吸收一下 吸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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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暖水的 還有呢 新劑的人呢 通常呢 發燒的時候呢 整個人呢 累累累啊 很軟弱的 還有那個烏頭不同的 烏頭的人呢 反應很強啊 很害怕青啊 很不安的 但是呢 那個新劑的人呢 就是他個人呢 很覺得 即是暈暈啊 很軟弱啊 那樣的 好了 那我剛才說呢 新劑呢 發燒的時候 那個人發冷的嘛 所以他喜歡用熱膚 但是很有趣呢 頭部呢 又脹又熱呢 那頭部呢 反而呢 是喜歡冷的 或者伸了頭啊 在窗外啊 來量一下 會舒服的 嗯 還有一件事呢 一般人呢 發燒 可能沒什麼胃口吃東西 新劑的人呢 發燒的時候呢 在發冷的階段呢 他會覺得是胃口好一點的 是想吃一下東西的 那樣的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 新劑的發冷的階段呢 他有些作呕作悶的 還有呢 他可能呢 會有尿頻 有這個尿頻的症狀的 那 動得厲害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呢 他指甲都變藍的 好了 那個精神狀態呢 他會不安 和會焦慮 還有呢 是一種叫做 就是整個人呢 是崩潰 累了 這個狀態 那跟那個 那個烏頭呢 在這方面呢 是不同的 那就是說呢 新劑那個燒 就是那個 溫度呢 是容易在午間 或者是凌晨 四點鐘 一點鐘 兩點鐘 會高出來 還有呢 通常又冷 又軟弱 嗯 還有呢 是很害怕的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又不安又害怕 這種感覺 那跟那個 烏頭呢 是兩者呢 是有很突然的 不同的地方 那麼新劑呢 喜歡喝暖水 但是細淡細淡的喝 所以遇到你 看到一個病人呢 他燒了之後呢 他的人呢 就是很累奶奶 沒有什麼力 沒有什麼精神 那喜歡喝潑熱水 在旁邊呢 那麼摔一下摔一下 那問他呢 你感覺他的情緒 很焦慮啊 很不安呢 那你要考慮新 這個同類的療劑 嗯 那剛才聽完 袁醫生解答 這個發燒的問題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那如果大家都試過了 那些古老的方法 浸浴啊 膚熱毛巾 都不行的話 那可以試一下 這兩個療劑 是烏頭和新劑的 那他們都是一動 和一靜的 那剛才袁醫生 都覺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先先 先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 回到下一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好 剛才我們上一集 當時都講過發燒 剛才是講了兩種療劑 其實會不會還有其他療劑 可以開門口呢 因為還有其他不同形式 發燒的症狀 沒錯 除了我們所謂烏頭和生 還有一種比較容易常用的 就是Beladonna Beladonna 中文是癲茄 或者叫龍葵 Beladonna 是一種有毒性的毒草 通常有毒性的物質 能夠製造出的症狀 也相當激烈性 所以如果有些人不小心 接觸了一些癲茄 它會出現中毒的症狀 包括發燒 是一種很慢烈的高燒 但是通常這些燒 剛才我所講的兩種療劑的燒 通常都是沒有發炎的 沒有什麼濃透的 總之是乾淨燒的 好了 癲茄型的燒 就是很高 很慢烈 通常是很乾的 你摸到人的皮膚 好像很輕 而且是沒有發冷這個階段 通常Beladonna 的燒 只有高燒 也可能一邊很輕 一邊 尤其右邊比較會輕 一些 好了 時間方面 Beladonna 的燒 很多時候在下午 尤其是三點鐘 下午三點鐘 但也有時候是晚上會高一點的 所以視乎症狀的高點在哪個時間 也都幫助你找哪個療劑 很熱的 面 身體很熱的 但手腳是冰凍的都會的 通常是右邊比較厲害 還有呢 如果你發現 病者發燒 你問他 口不口喝 他口喝 想喝什麼 他說 最好給我一些檸檬水 我喝 這是什麼呢 是癲茄症的 癲茄症的人 在發燒的時候 他就很可能想喝些檸檬水 檸檬汁 但當然也有些情況 他可能是不口喝的 也有時候就會抽筋 尤其是小朋友的發燒 有抽筋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個正形 如果你看到尤其 突然之間面都紅了 燒得很輕合合 摸下去 頭面是身體很熱的 但手腳是冰凍的 然後他又發燒抽筋 也有很大機會 他這個癲茄症的症炎 好了 還有呢 你問個病人 他會說 有沒有痛有沒有不痛 有沒有不舒服 有痛啊 他說是呀是呀 我很痛的 我的頭痛是佛佛聲的頭痛 記住 佛佛聲的頭痛 好像脈搏 在跳動那種頭痛 那麵就會紅 那時候 有時候你有機會看到 他的瞳孔 是瞳孔會放大了 這個就是佛拉多娜 佛拉多娜 佛拉多娜 叫做Beautiful Lady 以前有些人 就想把眼睛 弄到他瞳孔放大 更漂亮 好像黑一點 眼珠 黑一點 那他就會服用這些 有毒性的毒草 那為了貪美 貪美 就用這些方法 看到自己的眼睛 就好像漂亮了 就是因為瞳孔黑了 放大了 那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之下 有時候你看到一個 就是那個癲劑症的發燒 他瞳孔黑了放大 還有時候你看到 好像有一種 亮晶晶的水膜 你看到我們好像玻璃眼球 那種感覺 水汪汪的那種 水汪汪得來 你看得來好像眼睛 好像玻璃眼珠 有些反射出來的 那還有呢 他有時候也會怕光 怕冷的時候 也同時會怕光 那 因為這種高燒 燒到個頭慶慶 終於有叫做神分煎雨 即是會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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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胡亂說話 那很多時候 這種情況 或者他會發現 一個人很暴躁 很憤怒 很生氣 或者可能 他燒到 那個人 好像半分睡的狀態 也會有 所以如果你看到 一個小朋友 或者一個人發燒 面紅了 眼睛是靈靈的 下午三點鐘 尤其是晚上 摸下去 哇很紅的 又熱又紅的 尤其是右邊 有時候他可能睡覺 即是 安安安安安安安 神分煎雨 那種這樣的正常 即是不像那個烏頭 烏頭的人很緊張 很焦慮 很多活動 很多活躍的 那麼 那麼 佩拉丹尼呢 個人就是溫溫燈燈燈 這種感覺 那就可以考慮 可以試一下 這個癫茄 癫茄 這個正認 好了 那麼還有一個常用的療劑 是適用於高燒 這個叫做 叫做 歐樹熔 就是 Wild Hop Brionnia Brionnia Wild Hop 那麼 歐樹 浴 這個字我都不是 這個拉丁 那些中文字 我都很難 總之是 英文叫做 Brionnia Wild Hop 好了 那麼 那 那 這 的蟒 就跟 剛才我們所提及 不同的地方 她的蟒 就不會突發 就是她慢慢來 即算是高的也好 也是慢慢來的 但是她通常 會匯癌 就是她人會有頭痛 但她的頭痛 就不像 不像蝙蝦蜜蜜蜜跳动那种头痛 博安尼的疼痛是很尖銳的疼痛 他人是很不想动的 你总之不要烦他,不要搞他 他总之很不舒服 有发烧,有头痛 发烧是持续地高,不多什么 他人就变得很干,唇又干,或者手又干 通常有发冷,发动的症状都会出现 但通常病者躺在这里,不想动 你最好走开,不要烦他,不要吵他 也会倾向右边的蝙蝦比较高 整体来说,时辰,时间 我刚才说,蝙蝦是三点钟 Econy也是凌晨 新是凌晨12点钟 中午午间,1点或2点 Bronia的阵营通常是夜晚7点钟 夜晚7点钟,即是中午饭之后 就会严重一点 通常是动都不想动 而且是很口渴的 他那种口渴是要大口大口喝的 喜欢喝冬水的 就算他当时发烈也好 他都会喝冬水,喜欢大口大口喝的 跟身形不同 身形是怎样? 他喜欢喝热水的 而且他不喜欢大口喝的 他喜欢小口喝的 然后你看到他的行为 他的阵营可以看到 例如Bronia那个 他躺在那里,闻着死 也不想动 你走去问他 他恶到死,叫你走开 你看他躺在那里,不动 全部都不动 那怎样? 口渴,口渴,口渴 要什么? 让他冷水呢? 他拿着风渴,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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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Bronia的阵营 而且他会有头痛 他会热在右边 但头痛很多时候 有时候会倾向左边性的头痛 有左边性的头痛 而面型都是热烂烂的 但最主要的情绪是很均塌 不想人骚扰他 只要一个人在那里 如果他在外面的时候 他经常觉得他自己想回家 有时候他有些人 例如大人发烧 有些人发烧照样工作 但Bronia的发烧的人 很不想留他 即是想回家 这种也是显示 他的阵营是Bronia的阵营 好了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是Camomile Camomile Camomile 这个阵营是怎样的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 羊金谷 German Camomile 它通常是 像是新闻仔 即是如果是新闻仔的发烧 而且它发烧得来 它的烧的温度是很持续的 通常是 早上9点钟 那段时间会比较差 可能你发现它 晚上睡觉都可以 但是早上起床 没有多久 它就很满 也都发现 一边面是红热 第二边面是 苍白 最重要的是 羊金谷情绪的状态 是很贵的 总之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叫他 总之 他就 叫你拿东西 你拿给他 他又说不对 又要拿别的东西 还有 不安哭 就要你抱着他 抱着他 也不够 还要帮他走来走去 要走来走去 来服侍他 这个就是羊金谷的阵营 好了 还有一种比较常用 就是什么呢 是China 金鸡腊 金鸡腊 这个疗剂 大家知道 金鸡腊 是早年医什么病 是通常医药疾病 是吧 发冷病 好了 如果你一个人发烧 是他 见到风就很害怕的 还有呢 他有一种热 就是一种 好像粉刺那些 是周身热起来 同时呢 他是很怕冻 很怕冻 特别 特别怕冻 就是心跳得来 特别怕冻 这种这样的 就是 金鸡腊的阵营 是我们称为 金鸡腊的阵营 那么 他通常来说 就是 下午叉 黄昏叉 或者午间 早上五点钟 或者总之都是不好的 而且他很怕冻 风吹 这种这样的阵营 就是可以考虑 用金鸡腊的 金鸡腊的烧 他会觉得肚痛 尤其是腹部 右边的肝部 会痛 而且会心跳 又怕冻 又有心跳 同时 他就不想人家 拒绝 金鸡腊的阵营 他不舒服的时候 不想人家拒绝 好了 另一种 就是 Ferren Force Ferren Force 就是什么呢 是 轮化铁 Ferren Force 就是轮酸铁 这是一个矿物炎 通常这种发烧 是没有什么资料的 有时候你看到 一个小孩 虽然在发烧 但是又嘻嘻嘻 然后胃口又没有什么影响 情绪又没有什么影响 又好像上学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看上去 他脸红红 有点发难 这种情况之后 没有什么 我刚才说的任何的阵营 我们可以用轮酸铁 这样的症状 好了 接着来 另外一种 叫Josemium 你看看 在同类疗法 黄素兴 Yellow Jasmine 大家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都分享过 我们上次还提及 椒类 简张椒类 是不是那个烏头 是一个疗剂 Josemium 亦是一个疗剂 所以你看到 在同类疗法 很多时候 都是同病二治 二病同治 对不对 一种疗剂 可以治疗不同的病 当然 整体的阵营 一定要符合 好了 那我们如何分辨 黄素兴 这个发烧 主要 你要看到 Josemium 黄素兴 这个发烧 烧得很软弱 而且有点震 虚弱的震 虚弱的震 而且他会发现 他会很冷 尖寒 什么地方寒 他会觉得 我的背脊 那里 脊椎 上上落落 那里 有一种寒气 还有 有时候 手 和脚 寒气 开始 那黄素兴 这种人的病 他人是纷纷欲碎 很软弱的 你看上去 他人的眼睹睹 他人好像震震下 眼睹睹 没有力的 那种是 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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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说 那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丁茄 都有这个神分尖语 那丁茄那种热 是很热的 面是很热的 摸下去 手都热的 最后施命的表症 你看到 重心 他人好像 纷纷欲碎 所以 面可能都很热 但是 他人的整体来说 眼睹睹 眼睦睦 周身重 累 你问他时候 我人很聚 手脚很聚 头皮很聚 那有没有痛 有 头都痛 那什么鼻方痛呢 通常就是 后尾枕头痛 而头痛是延展到前压 那这种是 Jalcemium 这种这样的 发烧 那个阵形 来的 好了 那再跟着下来呢 我们就有一种 有一种疗剂 叫做盐型 是 酸醋 这个 酸醋 就是 酸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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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般的 我们所谓 调味品 的酸醋 我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过去也遇过 有几个病人 那他很有趣 他就经常 无端端有化烧 他又说不出 是吧 原来 他再问他 原来 他曾经 以前 出现过 什么呢 出现过 Malaria Malaria 那种 毛病 这种 你也知道 Malaria 这种病 那个症状 会发冷发热 以前 用甘鸡蜡 医好了 药疾病 Malaria 但是 结果 后遗症 有时候 无形的发烧 都会时不时出现 好了 那这个就是 绿化蜡 这个症状 绿化蜡 这个症状 也会有 寒冷的 会发冷的 通常 是 早上10点到11点 他就会有 发冷的症状 通常 那种寒液 通常 在手指 脚趾 出现 周身 发动 你知道 药疾病就是这样 尖寒 尖寒 发冷的时候 哇 整个人打到震了 牙架都震了 那时候又要出汗 跟着出汗 之后又舒服 那样 这个呢 都是药疾病 那种发烧 那个症状 那 好了 那 那什么情况之下 会厉害一些呢 通常呢 大概 10点 11点 即是 太阳最高峰的时候 那段时间 是那个 绿化蜡 那个阵营 那个 最差的时间 那他发烧 即是 间断性发烧 那 他喝 他喝什么 舒服一点 他也喜欢 他也喜欢喝 冬水 那特别是 是喜欢吃咸的食物的 他喜欢吃咸的食物的 那也都会有头痛 那 这种型的人 绿化蜡的人 很多时候 在发烧的时候 他会有抛尘的 你知道有些人 在发烧的时候 他有其他的伴症 那他这种伴症 就是唇瘡 山唇瘡 或者面部 是出现这种 这样的 抛尘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所以那个 绿化蜡 是炎型的人 那个 发烧的症状 来说的 好了 另外一种 就是马前子 Nuxvomica 那 马前子 那个 发烧的症状 通常呢 就是 它很激烈的 寒 和热 又烧 又高烧 又发难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主要的 马前子的症状 那 发现呢 如果一个病人呢 他有高烧得来呢 他特别怕冰的 包着个人呢 整个被子 被盖住了 被盖不小心 开了一点 有点凍风 他就 哇 好不够了 好脏了 你不可以揭去那张被子的 还有呢 因为他 他包着个人呢 你叫他转了转身呢 他都很辛苦的 因为个人呢 是 很特别 很特别怕冰的 那么这些情况 这些的发烧呢 当然呢 就不会在户外去逛逛 不会觉得舒服 户外出动 是更加辛苦的 那么通常呢 他就喜欢在这里 包着 一旦发热 发热的没多久 就发动 跟着就热了之后 跟着就出汗 这个是很典型的 典型的发烧 都是 就是 寒 热 发烧 跟着又寒 那么这些都会是 就是发烧 出汗 跟着冰到死 那么 还有一样东西呢 他 马前子的人呢 发烧的时候呢 喜欢喝热的 还有呢 在外面呢 就穿了暖水袋 揽着热水袋 不肯放的 那么通常呢 马前子的人呢 平时呢 都是很敏症的 敏僵来的 那么在有病的时候呢 是更加会有这种 这样的情况 好了 跟着呢 有另外一个疗剂呢 Pulsateller Pulsateller 大家都和大家都分享过 沙文仔常用的白头翁 OK 那么 白头翁的发烧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固定的阵型的 就是说不出的时间的 总之 整天是这样的 但是时间方面呢 倾向于黄昏啊 在床上的时候呢 会比较差一点的 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会感觉上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么 发烧呢 是 下午两点钟左右 那么 到四点钟呢 就会 会尖寒的 那么 这种这样的阵型呢 通常呢 他就是 在 在 在那个 喜欢室外的空气多些 有时候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 带来看医生 那么他觉得呢 我沙文仔在家呢 是 那个温度很高的 但是一来到我们的诊所呢 在 在途中 是吧 经历过新鲜的 就是所谓的户外的空气呢 他会感觉上呢 他是舒服的 那么所以呢 白头翁那种的阵型呢 那种烧呢 那种烧呢 就是整天都转变的 不断地转动的 那么 那个情绪呢 那个情绪呢 就是很 就是很 很温馴的 不要特别紧陈 不是好像那个 CAMOMO 是很紧陈的 那么 他也很喜欢呢 就是户外的空气 那么 有时候呢 发烧的时候呢 又有一点点 就是眼泪呢 有点泪水出现的 那么 那么 它冻不冻呢 它有时候都会冻 那么它冻呢 好像有些冻毛巾呢 在背脊那里 那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阵型呢 他在 即是发冷那段时间呢 他觉得自己手脚呢 有点麻痹这种感觉的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 就是那个 那个 Pulser Teller 那个阵型来的 好了 那你听见很多很多 是吧 那是不是 那么多呢 其实还不止的 那或者再 讲多一个 那个 那个疗劑 OK 那为什么我讲这个疗劑呢 就是大家 刚才都听见我 聚述一下 我早年80年代 回香港 遇到一个小朋友 高烧不退 那结果呢 就我用一个疗劑 一剂就搞定 那我 但我没有说明哪个疗劑的 那我现在就说明了 那个疗劑呢 是Baslinum Baslinum 是TB来的 是TB那种菌那里是做出来的 那你知道啦 肺炉病的病人呢 其中一个症状呢 是 常常是 夜默克 发烧 倒汗 是吧 一个很典型的 肺炉症状来的 那 那我们那个疗劑 当时呢 我就用这个 Baslinum 这个疗劑呢 是处理当时的小朋友 那个症状的 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处理这个症状呢 其实简单来说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症状的 就是它有这样的倾向 这个疗劑呢 有这样的倾向 就很容易发烧 但是呢 有什么特别症状呢 它是说不出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就觉得呢 我就试试用那个 Baslinum 就是其实呢 是用那个肺炉病毒 做出来的尿剂 再跟大家再分享 我自己用的那些多数 我自己平时用过 嗯 在一般的同学疗法的资料库里面呢 其实呢 疗劑是很多的 是发烧很多的 那当然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看的发烧呢 要视乎呢 有没有其他的伴症 很重要的 它是不是一种感冒的发烧呢 或是因为肺炉的发烧呢 或是因为松咬的发烧呢 就是很多伴症的 那所以呢 就 要 就是要 讲究去处理呢 我们其实要 要考虑很多很多的尿剂 但是我刚才所说 讲最熟的那些 就是可以说 比较上 一般的家庭呢 都有机会掌握得到 可以学得到的 用的工具来的 那么 只要说 其实真的很多的 我只说了一部分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治疗里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处理的病 不是一般人想象中 那么简单的 当然 有时候可以很简单 因为如果它正形的表现 是很清晰 那就很容易 就掌握到那个疗剂去 去选择的 但也都有时候 是不容易找得到的 那时候呢 我们很可能 就先用一些常用的疗剂 试一下先 如果不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选择一些 比较上少用的疗剂 那都是一步步来 因为有成三四十只的疗剂 一下子选择 需要很多很仔细的资料 其实我们工作上 最困难的地方呢 我们通常的病人 能够供应的资料 病征的资料 其实很多时候 都不是很完整的 尤其是大部分人呢 过去呢 一遇到发烧 都是拿到退消药的 那吃过退消药的 的阵营呢 通常都已经可以这样说 是已经染色了 很多阵营已经不同了 那变成了 遇到在我们的手上 再去处理的时候呢 因为症状不足呢 我们配疗剂呢 那个疗剂呢 那个困难就会高很多 OK 那好了 那起码给大家 有少少 就是那个 感受啦 大家有少少资料 知道呢 在疗剂里面 处理这些发烧 是不简单 但是呢 效果是很惊人的 好像那个小朋友的案子 他在医院那里 住了一段长的时间 什么药都用过了 完全束手无策 那怎么样呢 那结果我就用疗剂 疗剂 那时候就用一剂 就是一剂 他就跟着就好了 OK 好了 那 刚才那位 我们的听众呢 他的问题 有几部分 那他做了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医疗保险 这个其实呢 香港最近 经常讨论的问题 也都现在 现在美国呢 就是一个热门话题 是吧 因为美国有成四千万人 是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 还有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在华尔街 好几年前 有篇文章说 在美国呢 导致私人破产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医疗费用 当你一病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呢 就会医疗破产 所以很可怕的 那 我也都认识很多朋友 我和大家分享过 我有个中学朋友 在那边做 有次在香港度假 那我问回他 那他就说 是不是退休了 那他说 我们不可以退休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退休呢 最大不费用什么呢 就是医疗保险费 那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资料 基本上 美国人呢 每一个人的一年的医疗保险 起码是五千多元的 那如果你一加四后呢 你每年的医疗保险费 是二万美元的 那自己想想一下 二万美元呢 你差不多每个月 要扔出多少钱呢 是吧 成千百元 成万多元 你不做事也好 你不需要交租 车已经买断了 但还有一笔大的钱呢 差不多一万多二万元 就医疗开支 所以是很可怕的情况 幸好呢 香港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香港呢 其实呢 香港的环境呢 如果你是有什么事 有些什么创伤性啊 意外啊 撞伤啊 那样呢 那通常你就会去公家医院看的 那些时候你走私家医院 私家医院都不会折你的了 是 就是将你原来叫救伤车 就继续去公家医院的了 那你知道香港公家医院呢 在目前来说 暂时来说 都很便宜的 通常一百元一日 做什么都是一百元的了 那 曾几何时呢 如果你是一个游客来香港呢 你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都是很便宜的 会帮你处理到的 那 那 现在好像就 外籍人士 可能你不是香港公民呢 可能贵了些 都是说一千多元一日 那些数字 我不是很知道 那大约呢 都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常常都是 和一些 和大家的人分享 分析呢 他说呢 其实在香港的地方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买 什么医疗保险的 根本完全不需要买的 嗯 因为呢 真正你需要用到西医 那方面的服务呢 通常是意外创伤 撞车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根本都不会去私家医院的 私家医院都不会受理你的 你都去公家医院的 那其实你的医疗保险 然后你的医疗保险 医疗费用 是说一百元一日 是吧 哪个人负责 哪个人都负得起的 那好了 因为平时有什么事起来呢 我始终觉得呢 你首选 应该用自然医疗 不要说因为你有医疗保险 那你为了要用医疗保险呢 就去看那些 就是我认为一种 不是最好的 副作用多的西药的治疗 那所以香港环境呢 我反而觉得呢 那些人是不需要 买任何医疗保险的 那真正有用的时候呢 政府会给你了 那这种态度 是吧 和香港现在政府是鼓吹 是好不好啊 是吧 但是呢 我告诉你 如果今时今日的人呢 只是用西医西弱那种对抗性医疗呢 是局限于用一些意外创伤 那时候才用呢 其他情况呢 用一些自然一点的医疗方法呢 我肯定他健康会大大提升 香港医疗费用呢 是迟早是会一路一路低降 就不像现在呢 一路一路增加呢 最后呢 就会破产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向的分析 和大家分享一下 再视乎是什么国家呢 那在美国来说呢 我不知道 他的美国人 可不可以只买那些 就是医疗保险 借买一些创伤啊 断骨 流血不止意外 那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西医那种对抗性医疗 那个医疗的服务呢 是比较是需要的 那不是代表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自然医疗啊 同学疗化是不需要 是绝对不是的 有很多时候的创伤的情况呢 你加上同学疗化呢 是非常之效果非常之好的 嗯 反而你那个时候呢 你这样拼了骨啊 打了石膏啊 你发现呢 那些骨不会缝合的 跟着做很多很多手术啊 又要重骨啊 治疗治疗治疗 是搞得一堆东西的 那如果你当时懂得用自然医疗的 营养補充剂啊 補下骨啊 用同学疗化啊 那你那个复原是更加快速的 那所以 那问题就是 在什么国家呢 那如果在美国来说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选择 OK 那最后那个呢 就是说她的小朋友 有痴理根那个问题 两岁的小朋友 是啊 那就是呢 似乎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是吧 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机会 看到那个两岁的小朋友 痴理根的程度是怎样的 那如果你说呢 那个痴理根是痴得很 就是很 就是很严重下的 整条里呢 都是不动动的 都是有问题的 那很可能呢 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术 是吧 将它剪开它 那个痴理根的地方 剪开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不剪得 不是很厉害的那些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的 如果伸出一条痴呢 那条痴理呢 那条痴理呢 是分了两绝的 心形的痴理呢 那有几大机会呢 是下面有痴理根的 但是痴理根不是代表 那些人说话都是扭扭扭扭的 未必的 因为沈粉仔呢 你给假饮时间呢 他会慢慢地 就会克服到这个问题的 可能呢 最后他都是 就是你不用做任何手术呢 他问题都处理得到的 那所以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要看一下 那些痴理根是 怎样的痴理根呢 是不是真的有结构性的问题呢 或者只不过一个 在学习发音 语言方面的问题呢 那如果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呢 很明显呢 我们就会用 同理疗法去处理它 那好了 那就是看一下 那个 视乎的情况 我们就会用 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OK 好了 好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好多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袁大明医生 袁医生的 那好多谢 Kerry的听众的来讯 都令到我们了解了很多 关于 发烧有些什么的疗剂 刚才我们说过 也有十几种的疗剂 可以上我们的网上浏览一下 那刚才也有提及过 那个 发烧事有事迪的CD 其实在六创二那里 都已经是有得买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好多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袁大明医生 那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